上集古惑在讲道 陈后能中了吊虎离山之计 至爱小结巴深陷火海 自己慌乱营救中 背后又中了一刀 陈后能经验丰富 中刀后本能的人向前扑 抵消了大半的力道 顺势向后一记猛踢 将杂巴踹飞了出去 这权力的一脚 踹得杂巴受伤不清 再也无力追赶 等他飞奔赶到后 火势汹涌 以再难控制 正无奈间 一把消风斧出现了眼前 当下发力猛杂 明明宗自有天意 小结巴命不该绝 陈后能破门而入后 本已不抱太大希望 不想爱人机制 整个人躺在浴缸之中 躲过了一劫 见陈后能到场后 再也支撑不住 晕了过去 陈后能大起若狂 暴弃爱人 就往医院冲去 阿戏 南哥一定帮你 讨回这个公道 陈后能的女人被烧入院 自然引起了 整个红星社的轰动 众人义愤填膺 都要帮他揪出真凶 大飞让他吩咐 抓到真凶后 该如何处置 陈后能目露凶功 咬牙切齿 他定是不会轻易饶恕杂巴 自此 只要和陈后能 有些交情的江户人士 都在四处搜寻杂巴的下落 而杂巴却如人间蒸发一般 不见踪影 他一直躲在蒋天仰的别墅内 每日提心吊胆 寝食难安 本想向神仙可求助 可不但被拒绝 还遭到了一番侮辱 狗头军是尔师兄商天 又现出途机 既然已经被陈后能 逼到这个份上 不如反客为主 先收拾了陈后能 以绝后患 三师兄常三 深知这个二师兄的为人 他与师们感情本就不深 现今如此心机报仇 定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常三性格沉默寡言 本不愿多事 但见他屡次鼓动师兄弟 去当炮灰 还是忍不住直言劝阻 陈后能四处苏寻不到杂巴的下落 怎能想到他有胆主动寻信 对方三大高手 四海 六两 杂巴齐叔 另外还有三十余名大汉 手持胸脊 将陈后能大头仔 围在了当中 杂巴一声力下 杀声震天 陈后能大头二人 不愧为金牌红棍 大风大浪 不知金里的多少 临危不乱 白好架势沿着一带 四海怎知道 其貌不扬的大头的厉害 提着铁棍 朝大头打去 大头几下重拳 将他打翻在地 四海怎能服气 赤马开上前帮手的众人 握拳冲去 可他的身手 怎比得上真材实料的大头 大头游刃有余 轻松吊打 四海的拳头 挥得虽猛 却根本碰不到对手 刑机之下 硬扛住了几机重拳 满力一发 近身缠住了大头 大头中了几拳 问题不大 一肘又将四海击退 摔得对手四脚朝天 狼狈不堪 陈后能放倒了 最先冲上来的蚁人 抢过一把长刀 直奔首个杂巴砍去 众所周知 手中有刀的陈后能 战斗力 马上会有质的飞跃 瞬间就砍得杂巴 无力招架 两人用力过猛 兵器军事断裂 陈后能丢下断刀 跟着着重拳铁锡 狂风暴雨般哄出 他恨极了杂巴 左右开弓 急下重手 就将其打得跪倒在地 支撑不住 六两在后全力锁后 也制服不住暴怒的浩男 猛的一肘将其击退 冲上前对着杂巴 又是一顿猛踢 感动他陈浩男的女人 这个杂巴万死难输 众人正一片混战 难解难分使 一名高大的男子到场 乱斗正是水灵时节中的 长三到了 长山素来在师兄弟中 急剧威胁 说话的语气沉稳坚定 连陈浩男也难以抗拒 两人约定 暂时收兵 于三日后凌晨五点的清水湾 来一场公平的单挑 不论输赢 水灵时节当即离开香港 不再相助蒋田阳 这个长三肯定听说过 陈浩男的厉害 自己的师父水灵都难以取胜 不知他是当真实力超群 还是另有诡计 敬请期待 请期待